公输天这瓶瓶罐罐啊 也不少 清衣色全都是太乙级别的丹药 韩丽如今呢 在炼丹方面造诣已然不低 特别是之前得到了不少太乙级别丹药 所以对这里边大多数丹药的用途呢 都能分辨出来 只有少数还认不出来的 这些丹药 对目前的我来说等级有些过高了 勉强服用倒也无不可 只是大半药力注定是要浪费的 而且过犹不及 不过如此一来 等我一旦突破到太乙境界之后 一段时间内倒是不再会缺乏丹药了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公输天还有不少的点击和预减 多是他修炼的火属性功法和一些相关秘术 另外啊还有几张看起来像是仙玉的地图 韩利略微查看了一下 发现他主秀的功法名为 大言焚天诀 是一部能够修炼出火属性法则之力的高等功法 当中呢还夹杂着许多他修炼时候的心得体会 倒是十分的珍贵 至于那些秘术之类的就太过庞杂了 都需要以火属性法则之力作为支撑施展 韩利没有多少兴趣 只是粗略查看了一下就扔在了一边 而那些预检地图倒是令韩利颇为的意外 这不仅有北韩仙玉和四盟仙区的几大仙区的地图 居然还有风和仙玉 金元仙玉 还有一部分中土仙玉的地图 虽然有些并不怎么详尽 但却可以省去我不少收集的麻烦 韩利把地图分门别类地收起来之后 目光一转 落在了几件熟悉的事物上 分别是一块镂空金色圆盘 一面金色令牌 还有一个白色罗盘 那金色令牌是公输天的监察先令 金色圆盘则是监察先使们彼此联络之物 而那白色罗盘是感知炼神术气息之用 如今身处灰界之中 倒是不担心会被天庭之人发掘 于是韩利也没有急于销毁 反将之都收了起来 公输天随身携带的灵才倒是不多 其中有一株金须石叶花 打开封存其白玉盒盖之时 竟有屡屡的金线释放出来 当中蕴含的光芒啊 竟好似朝阳一般的温序 令人感到十分的舒适 此物若是种在灵岳园里 必然能够避其他仙灵草木的生长 韩利一念即死 将之与先前在真言门中搜集而来的许多灵花 溢草归为一处 收起之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球形银河之上 但见其表面 暂刻着各式繁复的花纹 十分的精美精致 两边扣盒之处还贴着一张迷你的金制符 将其严密的封禁 没有丝毫气息外露 韩利仔细打量那一下金制符录 发现是一张品质极高的近火通盐符 通常是用来封存的一些威力极强的天地一伙的 由此可知啊 这球形银河之中所藏的东西定然不是反物 韩利望着球形银河和其上的金制符录 脸上露出沉吟之色 扮上之后他突然一抬手 打出了树道法掘 解开了伏禁制 将之撕了下来 接着巴搭一声轻响 银河打开的瞬间呢 一股热浪便从河内汹涌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整个屋子连温度也骤然升高了起来 韩利定睛一看 发现银河之中成品字形堆着三颗龙眼盒大小的圆珠 颜色呢分别是赤橙紫三色 这莫非是七彩火丹沙 韩利的目光微微闪动 心下疑惑 却一时也无法断定 毕竟啊 在古籍之中记载 七彩火丹沙共有七色 分别对应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 是极其罕见的火属性法则之物 其威力比天地异火什么的更强上一筹 是真正能够焚天炼地之物 并且死物天生地养 诞生之处极有可能在数万丈高的九天虚空 亦有可能在地底深处的九幽深谷 毫无踪迹可循 且无法人为炼制 是堪比玄天之物的天地一宝 眼前的圆珠只有三颗 且除了有令人窒息的热浪释放而出之外 好像并无其他特异之处 所以韩丽呢有些吃不准 就在韩丽考虑着要怎么试探一番的时候 其尖头处一团荧光亮起 银银小人探头探脑地浮现出来 脸跑带跳地奔向了那球形银河 围绕着其来回打转 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 韩丽微微一正问道 怎么 你想吃这个 银银小人转过身 对着他一阵的手舞足蹈 似乎怕韩丽不明白啊 又重重点点头 时不时还回头瞥一眼 那三颗圆珠 好像生怕其一转眼就消失不见了似的 韩丽心念微动 暗自思量片刻之后说道 其实本来让你吃也没什么 只是此物性状不明 这样吧 你只能先吃一颗 若是无恙有意 再给你吃掉剩余的两颗 银验小人文言 乐得脸上都快开出花来了 又冲韩丽点点头之后 忙转向了银河 他绕着银河走来走去 似乎在犹豫着 要先吃哪一颗 迟迟拿不应主意 韩丽就觉得状况有些好笑 倒也没有催促 只是将银河放在地上 转身去查看其他的东西了 若是金铜的话 韩丽自然不会放心 那家伙多半是要一口气 全吞进肚子里了 可这惊炎火鸟 却从来都狠听他的话 所以不必担心 公书天的火焦大剑 和那十面火番呢 都已经被韩丽收在 自己的储物镯里 储物镯中剩余的法宝 则还有七八件 不过大多数都是 不入品的仙器 只有一只金色的 镂空铃铛 应当是一件 九品仙器 其上还蕴含着 些许时间法则之力 韩丽将其炼化之后 若一试探就发觉 此物震荡之时啊 灵身上会有 道道金色波纹 荡漾而出 被其扫中之人呢 神识便会陷入凝制 若是修为低于太乙初期 或是神识不够强大者 甚至会像被禁止封锁一般 根本无法动弹 不过此物对于 修炼时间功法之人 和太乙中期以上修饰的影响 就要大为减弱了 想来 这也是为何 先前公输天没有用死物 来对付我的原因了 韩丽把这些法宝 全都分门别类地 收起来之后 回身去看惊炎火鸟 发现他一手点在那枚 赤红色圆珠上 一手啊 点在那枚橙色圆珠上 目光则直勾勾地望着 那紫色那颗仍然没有做出选择来 韩丽苦笑一声 手掌一翻 手掌中多出了一枚白色的符露 此物啊 是他从公输天头顶中搜出来的 先前就觉得 上面散发出的奇特气息波动 有些类似于神魂之力 此刻炼化之后再一查看 就惊喜地发现 这赫然是一件啊 用来防御神石攻击的八品仙气 之前公输天能够阻挡我的神念囚龙攻击 凭借的就是死物吧 不过 以他的修为 也并未发挥出 此宝真正的威力 因为此宝是依靠神石之力催动的 使用之人神石越是强大 此宝的威能就越为强大 韩丽想到这儿 粘住白色符朝自己眉心一点 随即一道白光脸过 符便融入到他的石海之中 化作了一座雪白色山峰 助力当中 其上道道符文 一明一暗地闪烁着光芒 正当中处却显示出一串金传文字 欲风震神符 而后 韩丽心中微微一动 掌心处金光闪过 一个金色圆盘浮现在手心里 而此物一出呢 一股强烈的时间法则波动 立刻在室内荡漾开来 原本正纠结于选择哪颗圆珠的 银银小人也被吸引 扭头朝着韩丽这边望了过来 不过看了片刻 他就又转回身去挑圆珠了 韩丽手掌在金色圆盘上轻轻地摩缩 发现呢 其上阴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正当中处插着那根金针 还在物似转动着 每转动过一圈时 圆盘表面便有一层金色流光 流淌而过 韩丽的心中微动 想要将其练化 可一世之下呀 却惊讶地发现 此物竟然无法练化 嗯 怎么会这样 难道是因为此宝品级太高 寻常练化口诀 无法奏效 正疑惑间 韩丽忽然感到身后一阵 强烈地波动传来 忙扭头望去 只见银艳小人双拳紧握 仰面朝天做出竭力嘶吼之状 双眼双耳和口鼻中 竟然有冲天红光透射而出 只将韩丽 布下的遮掩法阵 都冲击地剧烈地震颤起来 韩丽随手一招 地面上的银盒飞掠回手上 里面的三颗圆球 只剩下了橙色和紫色两颗 那颗赤红色的 显然已经被惊炎火鸟 吞入腹中了 韩丽将银色的盒子 收起来之后 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传来 引得周遭虚空 猛的一阵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